宫斗剧中争斗不休的嘉庆帝后妃们,在历史上果真是如此吗? 历史上,嘉庆帝后妃们是否如金之玉孽中一般争斗不休? 今天我们来讲讲真实嘉庆帝的后宫,这些曾经半真半假的历史角色,他们各自的命运同样令人唏嘘。 2004年的8月23日,一部影响了一代人的宫斗剧开播, 他就是至今仍被奉为经典,成就了无数世帝,事后的金之玉孽, 该剧以嘉庆皇帝的后妃们为主线,讲述了卢妃、华妃、纯嫔、安嫔等后妃之间争斗不休。 为了各种理由苦苦挣扎在紫禁城中的悲惨故事, 该剧播出后不但在香港造成轰动,在东南亚、大陆、台湾等多地都掀起一股金之热, 对后来的《甄嬛传》等剧都有着深远的影响,被称为宫斗剧的始祖。 这部剧也成就了邓翠文,成就了黎兹和舌诗曼,也成为许多人记忆中不灭的回忆。 但剧情精彩的同时,现实却是残酷的。 历史上真正的嘉庆后宫可以让所有人失望, 因为没有尔虞我诈,只有淡定如水,不过虽然平静,却有些特别。 因为,在嘉庆的后宫里,不仅有如妃,还有华妃, 今天我们主要来聊聊嘉庆后宫中比较受关注的几位妃子。 剧中的如妃心狠手辣,强横霸道, 然而到了后半段才知道她是因为痛失爱子, 才不得以用谋算人心来守卫自己。 其实,历史中关于如妃记载非常少, 如妃的原型是嘉庆皇帝的公顺皇贵妃1787-1860, 纽护鲁氏生于乾隆52年,赶上了盛世的尾巴。 纽护鲁氏的姓氏在清朝一直是十分荣耀的, 而剧中跟她争斗的皇后同样也是纽护鲁氏。 嘉庆皇帝有两位皇后, 一位是十五岁时乾隆帮她娶的西塔拉氏, 只可惜她生了道光皇帝之后, 在嘉庆二年的时候就病故了, 嗜好孝叔。 另一位就是嘉庆殿还是皇子时的策夫晋纽护鲁氏, 其父是礼部尚书公阿拉, 嘉庆四年被策封为皇后, 称为孝和瑞皇后。 从如妃的晋升轨道上来看, 她应该是备受嘉庆帝喜爱的。 如妃的两次晋升有一个规律, 赵丰都是在她怀孕后生育之前进行的, 很显然, 她的这两次晋升都是与她怀孕有关系, 嘉庆二十五年。 嘉庆皇帝在表里不一的盛世梅洛后, 驾崩于避暑山庄, 此时孝和皇后, 一命皇次子绵宁继位, 是位道光皇帝, 嘉庆帝死后, 嘉庆二十五年, 一八二零年, 八月二十七日, 道光帝已如妃, 但与惠郡王尊丰为如贵妃, 道光帝对如贵妃还算是比较孝顺的, 不仅对孝和皇后, 对如贵妃的小女儿也追封了惠敏孤伦公主, 而清朝妃嫔所生的女儿应该是和朔公主, 她给了如妃女儿孤伦的名分, 可见对如贵妃的尊重。 咸丰十年, 一八六零年, 润三月初三日未可。 如皇贵太妃, 并逝于袁明园, 享年七十四岁, 第二天四十, 如皇贵太妃遗体恋人金官, 同日, 如皇贵太妃金官奉仪到吉安所赞安, 咸丰帝亲自到吉安所, 为这位祖母辈的皇贵妃泪酒。 如妃的一生几乎历经四朝, 见证过乾隆朝末世的盛况, 也目睹了晚清步步走向衰落, 也许在她的心目中, 这些都不重要, 毕竟, 真正属于她的快乐年华, 在她三十四岁的时候就已经死去了。 华妃, 侯氏, 也有称为侯家氏, 上寺院清讨诛之女, 嘉庆帝即位前就以人事前邸, 是一名侍妾。 侯家玉莹, 剧中长相惊艳后宫, 却身负家庭荣辱, 不得以伪善做人, 甚至最终不惜利用感情, 历史上对华妃的记载, 甚至没有如非得多, 乾隆五十四年, 一七八九年, 六月十二日, 未时生皇六女, 可惜这个女儿在乾隆五十五年上, 未封, 无名, 嘉庆元年, 一七九六年, 真摘欧初四日, 策立皇后这一天, 侯氏被册封为盈贫, 盈贫没有做过华贵人, 直接被册封为盈贫, 应该是深得嘉庆皇帝的喜爱的, 嘉庆六年, 一八零一年, 真摘欧初八日, 嘉庆帝颁发玉旨, 进封盈贫为华妃。 同年四月十五日, 举行了册封礼, 礼部尚书纪云为正史, 内阁学士吉伦为副史, 持节基侧印, 册封盈贫为华妃, 此时华妃的地位在后宫显然不算低, 当时华妃也不过是个卢贵人, 实际上应该是卢贵人养鼻戏于华妃, 实际上华妃的身体一向都不太好, 在现存的清宫卖岸中, 常能看到太医给他请卖时, 他的病情反反复复, 基本没有怎么大好过, 嘉庆八年四月初七日, 花应池, 商警社请得华妃娘娘麦希, 虚贤, 细挺饮受粮之症, 以致施饮明节作痛, 服药以来。 朱正健健, 为肝因素须, 施饮未尽, 金义仍用加减养龙玉神汤, 胡碗二帖条理, 轻功卖岸, 一年后, 嘉庆九年, 1804年6月28日, 华妃轰事了, 同年七月初二日, 嘉庆帝亲自到吉安所华妃经官前赐殿, 七月十七日, 华妃经官凤仪田村并攻赞安, 嘉庆十年, 1805年, 二月初七日, 凤仪一显西陵, 使月葬入昌陵, 非元寝, 华妃, 其实并没有活到嘉庆十五年, 他也不可能经历后来的天理教叛乱, 一切的一切都随着他不为人知的名字而葬于地下, 嘉庆帝的后宫多半都是前底旧人, 所以, 他们都是从嘉庆初年那种压抑憋屈的生活中过来的, 都说嘉庆初年其实就是后乾隆时代, 乾隆太上皇依旧大权在握, 嘉庆帝只不过是一个侍皇帝而已, 从皇后到常赛, 大家拼命忍耐, 和太上皇熬世界熬年里, 皇帝都不敢有什么动作, 这些女人们更不敢了, 根本不可能出现电视剧演的那样勾心斗角, 争宠夺爱的, 嘉庆帝后宫中最憋屈的就属原后, 洗塔麻室了, 作为一国皇后, 死后本该大操大办, 结果因为担心乾隆年老忌讳, 她已经八十多岁, 最烦听到死这样的字眼, 因此特别下旨皇后丧仪一切从简, 规格非常低级, 别说丧服了, 来太上皇面前的大臣连素服都不许穿, 宫里宫外, 朝廷内外都跟没事人似的, 乾隆还担心嘉庆有怨言, 派和申去监督嘉庆, 嘉庆死了同甘共苦的发妻还得装的没事人似的应付监视者, 那心情可想而知, 因此对发妻一直念念不忘, 经常写世悼念, 还早早地立了嫡长子绵宁未继承人, 孝叔皇后死后百日, 乾隆就迫不及待指定贵妃牛古路是魏皇贵妃, 设六宫是, 等二十七个月后再行立后, 随着乾隆的死亡, 嘉庆并没有遵照他爹的旨意立后, 是到嘉庆六年才把牛古路是扶正立为皇后, 从乾隆六十年到嘉庆十年之间, 后宫没有但与皇子皇女, 直到嘉庆十年之后, 四十五岁的嘉庆才又生育了二字二女四个孩子, 除去嘉庆初年的后乾隆时代, 从嘉庆四年到十年, 都是嘉庆操劳国事四处当奉补将的时候, 根本顾不上去睡后宫, 这也是后宫没有但与的原因, 妃嫔们还斗个什么劲啊, 嘉庆帝的后宫比起乾隆后宫的奢侈, 有寒酸不少, 嘉庆帝身受他爹喜好奢华的恶习荼毒, 所以一改乾隆时代的风格, 比如乾隆前邸旧人多数都直接风飞, 嘉庆帝的前邸旧人多数都是风贫, 很多老死贫位而不能为非, 从此可见嘉庆的减少, 他以身作则身体力行, 自己生日都不允许大庆, 杜绝一切奇珍异宝, 怎么能容许后宫去争弃斗艳呢? 花开花落, 转眼间, 这部经典的金之玉孽已经过去了十二年, 剧中的主演们也都各有出路, 尽管剧中仍然免不了会有不完美的地方, 但在当时确实是良心制作, 演绎的不仅仅是宫斗, 更是人心, 剧中真实的皇妃们, 历史上虽命运不同, 却一样可怜, 即便风光像如飞又如何, 还不是孤独在紫禁城中老去, 紫禁城中的女人终身不由自己。